再来看到花莲六场次的花莲星光音乐会最终场 28号晚间在光复大农地复平地森林园区登场 这场以森之音为主题的音乐会 虽然现场偶尔下起雨来 不过仍交不息游客与民众的热情 县府观光旅游处长于明勋表示 这不是结束 而是花莲观光产业的再出发 邀请大众畅游花莲四季之妹 请接牌 花莲星光音乐会大农大富 暗空守护 夕阳建成夜幕降临 先知府与中央 还有地方机关首长代表 共同为今晚的星光音乐会节目 点点繁星照耀着舞台 整个园区仿佛成了大自然的音乐殿堂 花莲星光音乐会最终场 28号晚间在光复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浪漫登场 除了星光音乐会以及市集 现场绿色疗愈体验活动伸手座 民众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创作出了独一无二的植物艺术品 另外大型太空真人娃娃机也成为了活动最大亮点 其实大山大海 我们除了太鲁阁之外 其实花莲有太多太多美好的地方 特别花莲人365天的日常 各位你们知道花莲人是怎么生活的吗 花莲人的文化是什么吗 我们有多元的文化 我们有园民的文化 我们有客家的文化 我们有多元的文化 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尝试 去深度旅游 所以花莲绝对不会只有太鲁阁而已 除了太鲁阁之外 我们13个乡镇的每一个乡镇都有自己的特色 从今年6月底展开的花莲星光音乐会 全县北中南三区总共有6场次 28号最后一场测试以光复大农大富 平地森林园区的森林树海 规划的森之音主题 即便活动现场偶尔下起了大雨 不过任交付习游客民众的热情 在广袤森林树海间 县政府观光旅游处与大众相约 明年花莲星光音乐会再相见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